我的主啊 我要等候你身影 安静等候你 更不更多亲近你 世上的一切 比不过你的痛在 在你殿中一日 胜过我再世上前日 从山围绕耶路散 你并围绕我 祝我相复在你大能爱中 从情世直到永永远远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必难所望 我必难所欲 我的主啊 我要等候你身影 安静等候你 更不更多亲近你 世上的一切 比不过你的痛在 在你殿中一日 胜过我再世上前日 从山围绕耶路散 你并围绕我 你并围绕我 祝我相复在你大能爱中 从情世直到永永远远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必难所欲 你不离开我 倘苏 我必难所欲 你围绕我 祝我像你那种爱中 从今时直到永远远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一生往过你难说 伤心围绕我 你围绕我 祝我像你那种爱中 从今时直到永远远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的盼望过必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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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了 也好 你不离开我 你还想你一生往下 大人坐着永不动 遥 就像这样围绕耶路撒冷 眼和花也照样围绕 白心直到永远远 我找你了 你还想你一生往下 大人坐着永不动 遥 就像怎样 味道也不散了 也恨花也照样 味道 来生日到永远 我的主啊 我要等候你身影 安静等候你 更不更多亲近你 是想的一切 比不过你的痛在 在你殿中一日 胜过我再世上前日 从山围绕 夜路散 你并围绕我 祝我降伏在你大能爱中 从情世直到永永远远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必难所望 我的盼望 我必难所望 我的主啊 我要等候你身影 安静等候你 更不更多亲近你 世上的一切 比不过你的痛在 在你殿中一日 胜过我再世上前日 从山围绕 夜路散 你并围绕我 你并围绕我 祝我降伏在你大能爱中 从情世直到永永远远 你不离开我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必难所望 你不离开我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必难所望 你扶植耶路撒冷 天和我 如我们主啊 你不离开我 无论寰上运远远远远远远 你已回到我 我处求我 祝我降伏在你大能爱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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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永永远远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 你是我 你盼望 我别难做 爱我和上心 还想安慰 做真的不重要 就像这样 回到天亮洋洒落 也和花也照样 我要替百姓 直到永永远远 爱我和上心 还想安慰 做真的不重要 就像这样 回到耶路撒冷 也和花也照样 我要的爱心 直到永远 就像回到耶路撒冷 你的回到我 祝我像 祝我像 你大人爱中 从今时直到 永永远远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 承认时到永远 你是我的 必难做 相信会让我 下了 你必围绕我 祝我像 人爱中 阿滑在你 她的爱中 在天朝 什么事上 情结 我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 你不离开我 好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必难缩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必难缩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必难缩 一靠一核花的人 好像西安山 坐着永不动摇 我的主啊 我要等候你身影 安静等候你 更不更多亲近你 是想的一切 比不过你的同在 在你殿中一日 胜过我再是上千日 中山围绕耶路撒冷 你并围绕我 祝我相复在你大能爱中 从情世直到永永远远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必难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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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等候你身影 安静等候你 更不肯 更不更多亲近你 世上的一切 比不过你的同在 在你殿中一日 胜过我再是上千日 中山围绕耶路撒冷 中山围绕耶路撒冷 我必难缩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 你 προ 所必难缩 我必难缩 我必难缩 我要等候你身影 安静等候你身影 假想的安静等候你身影 假想的安静等候你身影 一会儿坏着两位要的百姓指导永远 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早上 请安 In the name of our father, the son and holy spirit let's begin our service today May the holy spirit help us to square down before him singing the lord in his temple 圣灵来帮助我们在 神的面前 ansing我们的心 来帮助咱们在圣殿中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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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崇尘了你的手段 天父啊 你的手造何等多何其得多 都是你用智慧所造成的 遍地都充满了你的丰富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这样万有和礼物 白白的赐给了我们 宝贵我们是你所做的 感谢你按着你的形象 来装造了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 明天早晨 你的慈爱都是新鲜的 宝贵因着你在十几家 上所做成的工 今天我们可以谈亚无拘的 回到神的面前 享受神一切的丰富 神啊宝贵 你这样圣灵也赐给了我们 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成为我们垂实的帮助 主啊在新的一年里面 就是真的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生根 见到在你的话语里面 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 来抹造我们 求圣灵来更新我们 也来改变我们 使我们能够可以成为你 荣耀的儿女 能够享受你一切的丰富 能够可以使我们去荣耀里 去见证你 在你面前能够蒙你 全被的恩典祝福 使我们能够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主啊今天也继续将我们的教会 都交托在你的手里面 求你继续地来带领 老公永远都是走在教会的前面 永远都是那一位 牵着我们的手的那一位神 求助你 不断地向我们写明你的旨意 让我们能够可以紧贴你的行业而行 所以我们将今天的聚会都交托在你的手里面 你今天外面下的大雪 我们保卫在这儿 在参加在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也在路上的弟兄姐妹 求助你来去看护保守他们 让我们能够可以平安地到达 求助今天早上 让我们能够可以经历你的恩典 求助在带领我们去敬拜里的时候 求助你也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完全地投入 敬拜当中 用着我们的诗歌 真的可以去敬拜里 去享受你的同在 求助你也来帮助 陈陈道所讲的信息 求助你透过他的话语 你来供应我们心灵上的需要 保卫我们每一个在里面都是独特 你都是你所保卫 你所爱的 求助你就个别的向我们说话 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 你知道我们的永远 求助你 祝福生命来经过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能够可以更深地 可以去抓住你的话语 让你的话语 真的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可以更加地 在你的话语里面去成长 求助今天早上 你就与我们同在 你看过我们每一个 我们这样子祷告 封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With our joyful hearts let us lift up our voices to give praises and honour to our Lord 让我们充满着一个 欢喜快乐的心 一起来赞美 征养我们的走 The psalmist says You make known to me the path of life You will fill me with joy in your presence With eternal pleasures at your right hand 诗人说 你把生命之路只是我 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在你面前充满喜乐 Let's sing together The lily of the valley 让我们一起来唱 五中的百合花 I am on a brand new Jesus He's there with me He's the best of ten thousan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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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去敬拜里给你一切的荣耀与赞美 You are the only one worthy to be praised and honored 只有你才配得我们的赞美与敬拜 Lord, I want to worship you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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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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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敬拜你 你是我敬拜你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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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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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些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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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拜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敬拜 我敬拜你 所以你 可能有一些人 你只是相信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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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他们 我们看 我们在主人 我敬拜你 they need to persevere actually Paul also 这个也是 我们我们 我们都是往天ys 我们都是走的路上,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里,但我们都是路过的。 当我们经过这,我们把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罪恶,对痛苦都在挣扎。 我们没办法往往前前看到旧恩产生在我们的生命中, 当我们要凭着信心,一直在坚持到最后。 所以,信心是什么的? 所以这边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力。 so whether it's confident or assurance, in the Greek word, it actually has a meaning of that which goes under something to give support and to make it stand firm. 也可以说是一个保证单, 西大文的言文是说,而且一些在垫底的一些支撑的事情。 所以,信心就是一个基础。 we know that the stronger the foundation, the stronger the structure is supported。 所以,我们都知道如果基础是打得很好的话,那上面的建筑物也一定是很坚固的。 so we can say, faith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life that keeps our hope alive. 所以你可以说信心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 这个让我们的希望可以坚持我们的希望。 or you can say, faith is the foundation that keeps our hope from being shaken when trials and suffering comes our way. 所以,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信心够稳固,我们的希望就不会被摇动。 the stronger our faith, the stronger our hope and our life will be. 所以如果我们的基础是很长的话,我们的希望也一定是很坚固的。 the second word I want us to notice is the word hope. 第二个字我们要知道的是,要看的就是希望。 the word hope means to wait with confidence and assurance. 那希望的意思是说我们用期待的方式在等待。 the word hope in verse 1 here is not just some wishful thing. 那当我们讲到希望的,不是说凭空的,我们在等着等着等着事情发生。 because today in our English word, when we use the word hope, it's something that we are not sure of. 当我们讲到希望的,是有提到好像带到一些不确认的因素。 我们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 for example, if someone asks you, do you think that the situation will get better? 好像有人说,我们目前的其实会不会变得比较好。 and you answer despairingly, and you say, uh, I hope so. 但你好像很无奈地说,我希望。 now this word hope here is the exact opposite of that. 但这个圣经的希望,不是说好像我们很无奈一样。 it is a word that means to wait for something confident and assurance. 其实在圣经里,这个希望是有信心的,我们知道会发生。 and here we see in the example in Psalms 5 verse 3, which the king David said, in the morning, O Lord, you hear my voice. in the morning, I lay my request before you and wait in expectations. 大卫王在诗篇的第五章第三节,他说, 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承明我的心意, 并要惊醒。 here we see King David is full of hope and confident in his God. 所以你看,大卫王对神是充满希望的。 he brings his request daily to God in the morning. 他每天早上都向神诉说他的要求。 and he knows for sure that God will hear his prayer. 还有他很确认地知道神一定会随听他的祷告。 and here this is the confidence he has in his Lord. 所以这个是他对他的神有信心。 so today you and I, how can we keep a hope like that alive in our life? 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拥有这种对神有信心? how do we keep our hope firm and firm from being shaken? 我们对神的希望不会被摇动了。 the first thing the author of Hebrews says that we need a strong foundation. 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有一个坚固的基础。 Fate is the sure and strong foundation that gives us confidence. 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个希望。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the definition of faith. 所以这个是信心第一部分的定义。 and you see, Fate is not only being sure of what we hope for, but then faith also allows us to see the invisible. 但不只是信心带给我们希望, 信心也会让我们看见那些我们没办法在肉体, 你用肉眼看到的。 again I want us to look at the word assurance. 我们来看一个切记。 assurance means evidence or proof of conviction. 切记的意思是正记,你有信心。 the word also means that something that has already been done and accomplished. 好像是说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 so your faith is that which assure us that our hope is reality. 那就是说,这个正记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变事实了。 even though we may not be able to see it yet, 但重点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发生。 but if we have faith, we are convinced that what we believe is real and true and reliable. 但只要有信心,我们可以确认这件事会发生,一定会发生。 this is so important because true biblical faith is not blind faith.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说对福音有信心的话,我们不是在迷信。 because faith,but rather this faith is in reality which we cannot see, but yet we know it is real. 这个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事情,但我们相信会发生。 I like the new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 I like the new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 I like the new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 is this, Fate makes a sense of reality we do not see. 有个英文版本的圣经说,那些信心就是让我们看见还没有实现的事情。 You see,Paul says something very similar too. 保罗也是有这个意思。 He said in 2 Corinthians 5,7 where he said, For we live by faith, but not by sight. 保罗在哥林的后书的第五章第七节,他说,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So you see,faith and sight here, they are opposite here.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视觉跟信心是两个相反的。 Because what you can see,then you don't require faith. 如果你用肉眼可以看到的,那你就不需要用亲近了。 I'll share a story with you here.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In 1865,China Inland Mission was founded by Hudson Taylor. In 1865,戴格森他成立了中国内陆内地福音团。 So there was a man by the name of George Stotts, Chao Yazi. When he was 19 years old,he slipped on the road and knocked his knee against a stone. 这个人呢,十九岁的时候,他在马路上走,不小心他跌倒了,他的膝盖受伤了。 And this simple accident resulted in white swelling and then infection. And as a result,after two years,his leg was,I mean,amputated. 他的膝盖受伤过后开始发炎,那开始红肿。 两年过后,他被截止。 So he was left helpless and was bedridden for nine full months. 所以他的腿被截止过后,他九个月躺在床上。 In his helpless condition,and what seems to ruin his future,become a turning point in his life. 他觉得好像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有个转折点。 He met the Lord and he was safe. 有人看他传福音,他相信他就得救了。 And after that he heard about the need of gospel in China through a friend who was also going to China to share the gospel. 他求他其中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是要参加这个到中国去协教。 他就觉得被呼召。 And George went and applied as a missionary to China. 所以他就申请参加这个福音团。 So whe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the missionary team saw him with one leg. 当他去面试的时候,那些审核的人看到他是个只有一只腿。 And this is what they said to him. 这个是他们对他说的。 They said you cannot go to China with one leg because China is against Christianity. 他们是对他说,你只有一只腿,你不能到中国去。 因为中国是抵抗福音的。 And also China is very unstable. There are a lot of riots,like a lot of times they have riots and all these things. 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是很动荡的。 还有随时会发生动乱,要逃跑。 So they said to George, if something is to happen while you are on the mission field, Then there is no way that you can run with one leg. 所以他们对他说,如果我们遇到暴动事件的时候,我们要跑的话,你只有一只腿,你怎么跑呢? And this is what George replied. 这个George,这个曹治杰,他是这样回答的。 He said, I did not plan to run. 他说,我到了中国,我是没有打算要逃跑。 And then he added something like this. 他继续说, He said, people who can run with two legs are not going. 他说,你看到,有很多两只腿的人,他们都不想去。 Even though I have only one leg,but I am willing to go. 但我只有一只腿,但我愿意去啊。 When Hustle Taylor heard this,he immediately accepted George's application. 当这个戴的声音到了,他就接受了他的申请。 When George arrived,he arrived in Ningbo,and started learning Chinese for two years. 当这个曹先生到了中国,他是先到宁波两年,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学中文。 And later on he was sent to Wenzhou. 过后呢,他就被派到温州去传福音。 So he did not just learn Chinese,but he also learned the local dialect of Wenzhou。 So he did not just learn Chinese,but he also learned the local dialect of Wenzhou. So here George was the first missionary to take the gospel to Wenzhou. 所以曹先生是第一个传福音的来到温州 你可以想象到第一个传福音的人到温州是不容易的 当他到了温州的时候 当地的居民不放映他 对他有提议他们不想听福音 这些当地的居民想把曹先生赶走 他们今天就跟他讲 我有事情发生之前你最好逃跑 他就这样好像一点太玩笑地跟他们回答 他说你不要逼我跑 因为我只有一只腿 我是跑不过你们的 所以我们省省体力吧 让我留在这里 你们继续做你们该做的事 很奇妙的这些当地的居民就不再去骚扰他了 我们就看到福音的种子在温州就撒下去了 所以这个曹先生就是很好的例子 是凭着性情形势不是凭着眼见 对于这个世界来讲 这个曹先生是一个邪属 甚至那个福音传一看到他就认为他没有什么贡献了 如果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都不能逃跑的话 他还有什么事可以做 一个人只有一只腿 跑到那么远的中国 可以做什么 但这个曹先生他有信心 他可以看到那个肉眼看不到的事实 他就凭着一只腿到了中国 神就展开了福音的工作 你会看到神就祝福他 把他的事奉做得很好 其实温州现在是被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 你看收集的话 你会看到温州当地的教会 他的成长在中国是最快的 如果你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到温州 你会看到这个教会是还在 这个是很古老的教会 这个就是曹先生的工作 他建立了这个教会 所以在曹先生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凭着心心 不是凭着眼见 就是他有信心 他可以看到肉眼看不见的事实 所以信心究竟是什么 在圣经里讲到的信心又是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 那我们的希望就有个基础 信心就是在我们心里 我们身心 我们还没看见的东西 它一定会实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把这两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信心就是我们所看见的 现在的当时的一些事情 也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你有没有注意看到 第一段是讲到希望 希望是什么 希望就是讲到未来 有些事情会发生 我们还没看见的 所以我们不能看到他们 因为他们在未来 我们没办法看到 因为它是在未来 第二段是讲到 第二段是讲到 我们目前现在的一些事实 我们还没有看见的 我们不能看到他们 因为他们是 spiritual realities 我们没办法用肉眼看见 因为这些都是属灵的 现实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 我们肉眼看到的世界 所以信心是提到 目前还有未来的一些事实 那我们来到第三点 在第二节那边 那边说 苦人在这心上 得了美好的 正气 这边说 这些就是 苦人他们得到的 正气 古人就是讲到那些 信心的伟人 他们曾经在历史上 展现了信心 You see when we read the Old Testament there are not just some historical account that record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我们在看 旧约圣经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它当成 好像一些历史上 记录起来的事实 Paul tells us in 1st Corinthians chapter 10 verse 6 that these things occurred as an example for us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的第六节 他说 这些事情发生 是给我们一个例子榜样 You see everything that is recorded in the Bible they were written to serve as an example for us today 所以我们在圣经上 看到的每一件事 都是一个例子 他们都已经发生了 Paul said these are written for us to keep our hearts from evil as they did 所以他说 这些事情写下来 就是叫我们不要贪恋 而是 我们到回来 今天的经文 这个就是在 这个心上 得到美好的证迹 那这个 这心 这心是什么 就是心 so here you see it is a deep conviction of their heart to believe something that they cannot see 那就是这些苦人 他们深信 在心里真的相信 那些还没有看见的事实 it is their conviction in God that produced in them an unshakable hope in God and his promises 因为他们有这种信心 他们的希望 不会被摇动 the word commanded the word commanded the word commanded here command 这个 英文 是 被 称善 it is a word it is a word that means to give a good report 那就是说 它有一个 大家都认为 是好的 but when you but this is something interesting when you look at the let's say the report the report cards of the old testament believer 当你看到这个 好像啊 就业 圣经 这些人的 成就的报告 so when we look at the report cards of the old testament believer you will soon discover that they are not all a student 你看他们 成就的报告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们不是一个 得到地名的 好学生 actually they did not do well in a lot of areas 其实你看到的话 他们在很多地方 都跌倒的 for instance abraham and his son isac and even jacob three generation 我们看 亚伯拉罕 他的儿子 以撒 还有 他的孙子 亚哥 they all fail miserably in the area of honesty 你会看到 他们都不是 很诚实的 他们都在 safah and then when you look at moses 我们来到 mose 的身上 we know that he flung his speech test and he even had a very bad temper 你会看到 他是 没办法 演讲的 还有 他 他 都不能 直接的 讲 那几句话 and what about king david 那我们来看 阿卫王 someone who is called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我们在 圣经里都是说 他是 最讨 神的企业的人 and you see he failed in the area of sexual purity 你会看到 他在这个 他的感情的 生活上是 很 很乱的 he commit adultery and he commit murder 他犯了 牵引的罪 为了 盖住他的罪 他也 谋杀 他那个人 so when you flip through scriptures in the old testament you will find all these old testament believers has so many flaws and failures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 信心的伟人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们都 很多 缺点 but then you might ask why are they commanded areful or why 但 圣经上也提到 他们是被称赞的 那是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what is hebrews chapter 11 we're talking about the good report that we read about here 所以这个 希伯来书的 第11章的 第2节说 他们得到 美好的 证据 那又是什么 you see the good report is awarded to them in one area and only one area 那这个 美好的证据 是凭了什么 给他们的 只有 这一点 the subject area of faith 那就是 信心 this is what the ancients commanded for 所以这些 苦人 得到美好的 证据 就是因为 他们有信心 not for living a perfect life 不是说 他们的 生活上 是没有 切心的 they were commanded for their faith 但他们 就是有信心 for being sure of what they hope for and certain of what they do not see 因为他们 很确定 他们的 希望是什么 他们很 确定 未来 会是怎么样 的 they believe in God even though when they could not see the answer 他们相信 神 虽然他们 还没有 看到 那个答案 是什么 and their faith was credited to them as righteous 那因为 他们相信 他们就被 称义了 and that's what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这个就是 圣经讲的 因性 称义 in the remaining verses of chapter 11 you will see that the writer of hebrew will take us through the old testament 如果我们 继续看一下 西巴勒书的 第十一章的话 你会看到 这个作者是 提到 秋月所 发生的一些 事情 starting from creations 从神 怎么样 散召 这个宇宙 万物开始 and demonstrating how all these old testament believer exercise through biblical faith 那这些 秋月的 这些人 他们是 怎么样 实现 他们的 信心 and how that faith benefited their life and the kingdom of god 因为他们 相信 他们怎么样 被蒙夫 还有神 得到荣耀 so in summary then what is faith 我们来 总结一下 信心 是什么 faith is the foundation that gives strength to a whole 所以信心 就是我们 希望的基础 and faith is a deep conviction in our heart concerning realities that we can not see yet 信心 就是我们 深情 我们还没有 看到的事情 一定会 被实现 it is my pray that as we grow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god's word 这个是我的 祷告 当我们 在我们的 祈祷 的生活 上 成长 的时候 we will train ourself trust these realities that we cannot see 我们会 学到这个 功课 就是我们 凭着 信心 知道 我们肉眼 看不见的事实 actually we do this all the time in the physical world don't we 其实 其实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上 我们已经在做 这件事 there are so many example you can think of 很多例子 你可以 想象得到的 a lot of us we drive 今天 我们 很多人 都会开车 I don't know exactly how my car works 我不知道 我的车子 不同的 这些零件 是怎么样 发动的 no except for simon of course 可能 simon 因为他是 机械 他知道 but whenever I press the gas tattle I expect my car to move forward 因为 每一次 我在车子里 的时候 我踩油门 的时候 车子 一定要 往前 冲 because I learn over time that although I do not see every detail of how how that make a car move 因为 我知道 我都不了解 车子 是怎么样 走动的 but in my experience I know that when I hit the gas paddle the car moves forward 但因为 凭着我的 经验 我踩油门 的时候 车 就是往前 走 and I trust what is going behind the scene even though I do not physically see all the details 我看不到 这些 这些 车子的 机械 是怎么 发动的 但我知道 我做 这个 工作 这个 就会 发生 as long as the car has gas in the tank or electricity in its batteries 只要 车子的 油箱 有足够的 汽油 或者是 它的电瓶 有足够的 电量 then I know the car is going to move when I hit that paddle so you can say that I have learned to have fifth in the car working as it should be all the time 所以很简单的 说就是 你对你的 车子 有倾听 你踩油门 就是车子 往前走 it is the same way in our spiritual life in the spiritual world 同样的 在我们 属灵的生活 上是一样的 I cannot see God 我看不到神 and I do not know or do not understand how he is working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我也不了解 神是怎么样 掌控 这个世界的 but one thing I know is that he is real and he is there 但我要 知道的是 我的神 是真实的 他就在那边 and the longer I know him and the more I grow in my understanding of him 只要我认识的 时间 够长 我对他 有了解 the more I can trust in the reality of things that I cannot see 我的信心 我对他的信心 就会增加 我就会相信 那些我看不到的 那些事情 就会发生 so as you and I grow in our faith together 当我们一起 来成长 我们的信心 let us press forward in our life with this unshakable hope that God has given us 所以我们 抱着这个 希望 神给我们的 希望 and I pray that in this new year 这个是我的 祷告 在这个新年 that we will not just talk about growth 我们不只是 用我们的 嘴唇 讲到 谈论到 成长 we are already at the end of january 新年的第一个月 一月份 快过去了 and I don't know how the past four weeks have been for you 我不知道 这个过去的 四个礼拜 你是怎么过的 and it is not always too late to start 其实 我们想开始 都不会太迟 so once again I invite all of us to come together maybe starting from this in-person worship service 所以我邀请大家 我们说个开始 很可能就是 这个主要崇拜 and as we take the step of faith 我们踏出 这个信心的 第一步 you will see that God will help you overcome your fear 你就会看到 你可以 克服 你的恐惧感 and also once again inward you to join into the weekly prayer meeting 我也邀请大家 来参加 每个礼拜的 祷告会 because changes start from our prayer life 因为 改变 是从祷告开始 we cannot do things with our own strength 其实 我们用我们 自己的能力 是不能 改变任何一件事的 so I invite all of us to join in and pray and see how or what the Lord will do in our midst here 所以我们 大家一起 聚集在一起 来祷告 来看到神的力量 may the Lord bless all of you 愿神祝福 每一位 and may we grow of faith in this year and bear fruit to give him the glory 让我们 今年可以 看到我们的 信心成长 我们接触 属灵的果子 to glorify him 我们 荣耀 我们的救主 let all bow and I request berthe Keith closing prayer 我们现在来 地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今天向我们 说话 可以让我们 学到这个功课 我们的生活 是凭着心情 我们 不要 凭着眼见 因为我们 所看到的 未必是事实 你知道 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很希望 看到一些 真迹 但其实 撒旦就 利用我们 这个弱点 让我们 看到的 未必是 你 要我们 看到的 在我们 活在这个 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也 不应该 要凭着感觉 我们 感觉 是对的 我们 凭着的 信心 我们的信心 是从 你的跨意而来 让我们 学到这个功课 我们 可以 研究 你的跨意 我们 从 祷告 开始 因为 你 允许我们 我们 如果 祈求 照着你的 旨意 祈求 你的时候 你都会 随听 我们的 祷告 让我们 知道 你所 应取的 你 一定会 实现 我们 再次 感谢你 我们 可以 看到 你 一直以来 都 真的 在 祝福 我们 你 已经 供应了 我们 所有的 需求 我们的 需要 生活上的 需要 让我们 在这个年里 与你 同行的时候 我们真的 可以 踏出 这个 信心的 第一步 就是 我们 我们 试着 生活 是 凭着 信心 不是 凭着 眼见 天 发 使你 继续 与我们 同在 我们 知道 我们 不是 软弱的 但愿 你的 圣灵 兼顾我们 我们 在这个 世界上 我们 可以 在你的 胯上 三里的 吻 我们 所看见的 所听到的 都不会 动摇 我们 对你的 希望 我们 就是 希望 你不久的 将来 会回来 我们 可以 交出 一个 美好的 报告 给你 我们 已经 重视 完成了 你给 我们的 使命 我们这样 祷告 祈求 是奉靠 主耶稣 得胜的 名全 阿们 阿们 向高处形 来做一个 我们 谢谢 陈传道的 正道 还有 阿丽 地生的 翻译 在 回应 我们 一起 唱 高处形 来做一个 唱 向高处形 来做一个 都会硬 I'm pressing on the other way New hearts I'm feeling every day Still waiting as I on my ground Long on my feet on my own throne And father let me stand I sit on heaven still there Oh I am free and I am found No plan my feet on my own throne My heart is locked as I to stay Without surprise and fears to stay Though someday joy will be the ground My prayer I need is higher ground Your life may ever let me stand I sit on heaven still there Who are you here when I am found No plan my feet on higher ground I want to live from off the wall The singing's love set me out For me there's what the joy will sound The song of saints are joyful I lift me up and let me stand I sit on heaven still there Who are you living and I am found No plan my feet on higher ground Let's all read together the scripture of the week Because of the Lord's great love We are not consumed For His compassions never fail They are new every morning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 нами we are not seeing The song of saints Maybe we are not seeing But is we are not seeing The song of saints There is not being seen The song of saints The song is NAUERT Natomiast, we welcome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here And also those who are shipping at home online I stand on heaven We welcome to the song of saints 观看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诚意的邀请 弟兄姐妹们参加 每周日上午10点30分 在教会办公室举行的 实体逐日崇拜 这个崇拜也是同时在线上有直播 然后周二晚上8点钟 有祷告会 主日上午9点30分 有儿童主义学将以网上 Zoom学播的行事举行 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 And the Sunday school will join the adult worship service on the first Sunday every month beginning from next Sunday February 5th And the junior kids will have the in-person class in the church office classroom 主义学于2月5号开始 每月的第一个主日将会 跟成人的崇拜参加在一起 那些比较联幼的那些主义学的同学 他们会在教会的其他的那一个课室里面有实体的上课 And our church will be holding revival meetings in February As in next month Rev.Betros Chen The ex-president of the Lingliang Worldwide I will be the special speaker And the team is Transform Lives The schedule of the meetings are Friday February 17th at 7.30pm The team is Be the Salt And Saturday February 18th at 7.30pm The team will be Be the Light And Sunday February 19th That is the worship service at 10.30pm And the team is Be the weakness We invite and encourage everyone to please pray for and attend the meetings Thank you 我们早上十点三十分 他的主题是做见证 邀请弟兄姐妹为这个培灵会来祷告 并踊约的参加 That's all for the announcement for today Now shall we all stand Let's sing the doxology And request a pastor for the benediction 我们报告到时 我们一起来唱上一颂 还有请求是为我们来祝福 五天之教万国万民 其身赞美父子生灵 三位一体同荣同存 万有之愿万父子本 Amen 请继续站立 让我们耶稣主的祝福 担任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大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中弟兄姊妹们同在 中间之道永永远远 Amen Shall we receive God's benediction May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love of God Fellowship and the communion of God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us now and forevermore Amen Amen 没错 我们下个主意再见 我们下个主意再见